月哥说电影,专注好电影,大家好,我是月哥 春残到老,丝方尽,蜡锯成灰,泪死干 人这一生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活要讲究个活法,死也要讲究个死法 金大爷已经活了92个年头了 如今的他满脸皱纹,满头白发 虽然已到了冒蝶之年,但他依旧精神绝朔 这得益于老爷子数十年如一日规律的生活 每天晚上九点,他会准时上床睡觉 家里的老百中跟他一样老了,每天都会慢五分钟 金大爷睡觉前,总会把纷针向前拨五分钟 然后上井发条,泡好假牙,接着关灯睡觉 每天早上六点,钟声响起,金大爷被准时叫醒 他家住在老北京的胡同里 清晨的后海湖,微波荡漾,杨柳依依 吊嗓子的戏迷,成练的群众,还有六鸟的老人 此起彼伏的声音,拉开了这座古城 平和又温暖的一天 金大爷缓缓起床穿衣,开始了他一天的生活 北京人后面,金大爷也不例外 他衣兜里随时都装着一把小木树 尽管头发已经全白,可他依旧打理得干净清爽 他是个剃头匠,像他这种老手艺人已经不多了 老祖姑们需要剃头的日子 他都一丝不苟地记在了日历上 收拾妥当后,他便骑上自己的小三轮出发了 穿过大大小小的胡同,他来到了街面上 街坊邻居看见后,全都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城墙根底下有个板寸网在那里出摊 金大爷经常会路过那里 但他从未多看一眼 因为他这门行当,讲究的是个上门服务 金大爷坚守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坏过规矩 今天轮到老米家了 老米正一个人待坐在床上 他儿子已出差就是二十多天 家里也没人来,陪伴他的就只有一只名叫妞妞的小黑猫 他一个人在家不爱动弹 金大爷忍不住数落他 别紧躺着,得活动,到外面溜溜弯 该吃就吃,该喝就喝 你别招人家讨厌 没人看你就没人看你,别显得自个儿窝囊 说完他拿出工具,开始帮老米收拾 烧一壶热水,再涂上细腻的肥皂墨 锋利的剃刀在脸上轻快地游走 金大爷认真细致,手法娴熟 伴随着爽力的叉叉声 很快他就帮老米收拾妥当了 老米顿时觉得容光焕发,神清气爽 临走时金大爷叮嘱他,要注意身体 换是新衣上干干净净,厉厉说说的 老米笑呵呵的,他也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随后金大爷刚回到家 房管局的人就迎了上来 工作人员告诉他,这片胡同要拆迁了 可他们家新盖的那间房可不能算面积 金大爷爽快地说 那是我儿子新盖的,不算就不算吧 接着工作人员在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折字 金大爷瞅着不对劲,又把他给叫了回来 原来他写的猜字少了一笔 金大爷教育道,小伙子,折跟猜差远了 办事怎么能马马虎虎的啊 小伙子听吧,赶紧把那一笔给补上了 可金大爷的通情达理,在儿子看来就是自找亏吃 将来拆迁一平米就是一万多块钱 金大爷劝儿子,天天嚷嚷着拆迁 现在有动静吗 等真正拆迁的时候我都冒了烟了 你也别算这细脏 可儿子却有一肚子的委屈和牢骚 他抱怨道,不算细脏能沉吗 我心脏不好血压又高 公非报销的药吃了不管用 好药又买不起,一分钱恨不得掰身两半用 我大儿子下了岗,大儿媳还怀着孕 一家人都靠我一个人的退休金过日子 老爷子不再吭声,默默地听着儿子的抱怨 第二天,钟声照常响起 金大爷准时起床 今天轮到给老赵剂头了 金大爷在日历上做了标记 走街穿巷后,他来到了老赵家 老赵卧病在床,一直都是邻居大娘在照顾 金大爷一来,老赵的精神头就好了很多 接着金大爷摆好工具,开始帮他剃头 金大爷的手艺那是没得说 最重要的是他认真严谨的态度 很快他就把老赵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说说的 剃完头再免费奉送一次放岁 放岁是老池,后来改叫成按摩 金大爷的放岁最正宗,捏拿垂按 每一下都能捏到穴位上 把身上的火啊,毒啊,全给放出来 人就干净了 接着老赵如鼠家政般讲起了金大爷的往事 过去啊,他有个自个儿的店 当掌柜的,找他做活的可都是有钱有势的大人物 什么副作医啊,谭新培啊 还有金句名角梅兰芳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人也都没了 有名的,有钱的,怎么火热都是一辈子 这几年,金大爷给剃过头,刮过脸的老街坊 都走了四百多个了,金大爷都记在心里 放岁结束以后,老赵觉得浑身都舒坦了 他让金大爷到抽屉里捡一张大票子拿 可金大爷还是像往常一样,只拿了五块钱 抽屉里的钱都是老赵的儿子送来的 一提起儿子,老赵就来气 给俩凑钱,几个月都不来一趟 孝敬我,说到底还是图这个房子 老赵气愤的说 我死了就把房子给接放 谁对我好,我就给谁 到了下午休闲时光 几个老伙计凑在一起搓码聊天 金大爷总是说 玩牌是脑力劳动 人老了脑子不好 就得打打牌,转转脑子 暴赌张告诉大家伙 鼓楼的暴赌流走了 做暴赌生意的老字号 如今全北京也没升级家了 不久之后又到了去老米家的儿子 金大爷站在门前 喊了好几声也没人应 门没锁,电视也一直开热 荧幕上正在播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 倒计时1000天的活动 墙上挂着老米为数不多的一张照片 而此时的老米已经悄无声息地走了 已经30天了,遗体都臭了 接着金大爷打电话联系了殡仪馆 然后坐在门口默默地抽着闷烟 随后金大爷把妞妞带回了家 金大爷时不时会去光顾一下 暴赌张的生意 爽脆的度人配上焦香的烧饼 正宗的北京味 几十年来 暴赌张都会给金大爷留一个靠窗的砖座 他每回来都会坐在那个位置上 可今天他在砖座上坐了一对年轻的情侣 金大爷站在门口 没好意思进去 小张就跟客人商量着能不能换个座 咱们不都得讲究一个尊老爱幼吗 可年轻人却不耐烦地呛道 凭什么 金大爷不想让人为难 就把度人打包带回了家 回家后他盯着摆钟 十二点的钟声准时响起 正当他准备吃饭时 妞妞凑了过来 金大爷把碗推到他面前 看着妞妞 金大爷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老米 老米走了 走得淒淒凉凉 不声不响 接着金大爷缓缓起身 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这时 巨卫会主任上门来通知他 办二代身份证 有效期二十年 得准备一张最近的照片 主任离开后 金大爷对着妞妞嘟弄道 老伙计 有效期二十年了 第二天上午 轮到给包主张剃头了 金大爷忙着手上的活 老张的孙子在一旁画素描 老张不由的感慨 现在啊 什么都变了 过去没有电推字 听那玩意儿 我心里闹得慌 用肥皂剃头才叫舒服 那味儿才叫正 现在的年轻人享受不来 这叫传统文化 金大爷却说 我这叫什么传统文化呀 包主张才是传统呢 北京独一份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老张叹着气 我这门手艺啊 到孙子辈 恐怕是要绝了 这孩子偏要学画画 有啥用 外面到处都是照相馆 孙子却说 照的没有画得好 画能画出人的灵魂 这叫艺术 几天后 金大爷去照相馆 拍证件照 好几十年都没拍过照片了 金大爷坐在那 浑身别扭 他直直细细的梳了头发 可脸上却没有一点笑容 下午打牌的时候 老伙计们又提到了老米 活着的时候没人照顾 走的也不体面 甚至连张遗像都没有 最后只找到了墙上挂的那张中年照 让他儿子抱着 这不是惹人笑话吗 金大爷跟着说道 实在不像样子啊 人活一辈子 走的时候 得干干净净 厉厉说说的 到了晚上 金大爷打开箱子 翻出了自己的照片 那时候的他 还是那么的年轻 连他自己都快不认识了 第二天 针尖照出来了 金大爷却皱起了眉头 他一点都不满意 这样的照片 怎么能当遗像呢 可儿子觉得照的挺好的 再去照 不是白花钱吗 接着他又絮絮叨叨的 发起了牢骚 竖起了苦 金大爷听爸 默默地从床底下 掏出一个盒子 他把自己攒的一些积蓄 递给儿子 叮嘱到 买点好药吃 别穷对付 顺便给你媳妇 儿媳妇也买点好吃的 天冷 多穿点衣裳 儿子手里捧着钱 心里五味杂陈 最后只是轻声地 说了一句 爸 我走了 金大爷心里 一直惦记着一项的事 思来想去 就找到了包赌张 想让他孙子 帮自己画一张 包赌张满口答应 咱什么交情啊 我让他 上您家给您画去 隔天 包赌张的孙子 就来到了 金大爷家里 他感慨道 您这张脸啊 内容太丰富了 像您这种形象 在我们学校当模特 一小时五十块钱 比剃头强多了 金大爷拿起梳子 眯着眼 仔细地梳着头 银发如雪 沉淀着岁月的平和与甜淡 老张的孙子 让他回想一些 过去的事情 您心里想的 我都能用画表现出来 可金大爷却说 我这人哪 什么都不想 甭管什么事 过去了就忘了 我心里也不记着 累得慌 或许这就是老爷子 长寿的秘诀吧 画好后 金大爷怎么丑 都觉得不太像 老张的孙子解释道 这个画呀 不光是形式 主要是神式 金大爷感谢道 干你们这行 也不容易啊 您受累 我给您拿钱 老张的孙子连忙说 别 我来给您钱 能找到您这样一位模特 不容易 因为您 我画出了自己 最好的水平 不久之后 金大爷再次来到了 老赵家 喊了几声 没人印 金大爷的心 悬了起来 邻居大娘告诉他 老赵被儿子接走了 享福去了 连寿衣和遗像 都放在他那了 原来说得好好的 把后事托付给他 房子也留给他 可现在连招呼 都没打一声 就被他儿子给接走了 金大爷听着 大娘的抱怨 默默地转身离开 一段时间后 胡同里开进来一辆车 一个时髦的中年人 试出跟人打听 金大爷家的弟子 原来是老赵的儿子 特意过来接金大爷的 小赵一边开车 一边唧唧歪歪地抱怨 老父亲头发胡子 老长了 谁也不让动 闹了半天 就是想请金大爷上门 这么远的路 剃个头还不够我油钱的呢 老房子再破 也值个七八十万 他也不想想 那些街坊 凭什么要伺候他呀 金大爷默默地听着 一句话也没说 到家一开门 小赵媳妇就翻起了白眼 金大爷不换鞋 就不让他进门 此时的老赵躺在床上 抖隔不停 痛苦地呻吟着 见金大爷来了 他挣扎着想要起身 自打中风以后 老赵已经说不了话了 金大爷紧紧握着他的手 问候着老朋友 小赵媳妇一脸嫌弃地站在一边 接着金大爷拿出工具 帮老赵剃须剃头 老赵也终于感受到了 久违的安宁与平静 剃完头后 小赵把金大爷送回了胡同 他抽出一张百元大钞递了过去 金金大爷不收 他以为是嫌少 又加了一张 老爷子一句话也没说 推开车门下了车 他心里憋着气呢 替老哥们感到生气 老赵去儿子家 哪里是享福 分明是招罪呀 不久之后就传来了老赵的死讯 死得窝囊 悄无声息地就给打发了 老人们都表示 走的时候想要体面点 为了不给儿女们添麻烦 报度章已经联系好了清真室 他也不要什么排场 能干干净净地走就行了 接着他建议金大爷跟殡仪馆打个招呼 也好有个准备 回家路上金大爷打电话 咨询了殡仪馆 电话那头 业务员喋喋不休地推销着各种服务项目 金大爷实在听不下去了 放下电话 默默地离开了 不过他记住了一个事 办伤事 需要一个五百字的生平简介 到了晚上 他打开录音机开始录音 他把头发捋得很顺 然后郑重地说 我姓静 我叫静广才 民国二年 出生于北京 我跟王首义先生读诗书 诗书五经 我都念完了 认识不少的字 可是我不是读书的材料 我又学了武术和唱戏 都没成 最后学了剃头 学徒三年 一进门就给师父师母到尿盆 顿了一会儿 他接着说 我这个人好交朋友 没跟人吵过架 也没跟谁红过脸 也不欠别人的钱 我对穷的 有钱的 做官的 对顾客 我都一视同仁 我有一个儿子 叫静大为 这孩子小的时候 念书贪婉 干什么都不成器 说着说着 老爷子就有点累了 他换了一盒磁带 放起了金句 妞妞玩起了 录好的磁带 眼看磁带条都被挠坏了 静大爷也没拦着 或许他只是说给自己听的吧 第二天扶晓 主任就把办好的二代身份证送过来了 攀谈中 主任问起了静大爷的长寿秘诀 静大爷笑着说 人老了就三样 怕死 贪生 睡不着觉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不贪财 也不怕死 我一沾枕头 就能睡着 可在去给老孙剃头的路上 静大爷忽然觉得头晕眼花 他停下车 勾勒的身子走到了墙根底下 他拿出书子想要捋捋头发 结果脑袋一歪就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一旁稚嫩的童身渐渐清晰了起来 他缓缓抬起头 看见了朝阳般蓬勃的生命 静大爷拿起书子 认真地梳着自己 微微飘起的银发 路过板村王的摊位时 他决定给自己剃个头 板村王问他 你个什么样的呀 静大爷说 头上去一指 后面去两指 两边找齐 板村王说 您讲究啊 静大爷回答 明天我照相去 短了不好看 几天后一向做好了 这回静大爷脸上刻着笑容 头发也干干净净 厉厉说说的 定做的中山庄 整整齐齐的 码在桌子上 静大爷盯着自己的遗像 发了一会儿呆 又把慢了的纷针 向前拨了五分钟 放好假牙 关灯睡觉 又是一个如常的夜晚 第二天 阳光重新照在了百钟上 指针漫漫 指向了六点 但钟声却没有响 渐渐的 这个老百钟停了下来 屋里的一切 都是那么的安静 时间仿佛 静止了一半 屋外 静大爷的儿子 喊了几声 都没人应答 心里正慌乱时 静大爷慢慢答应着 坐了起来 原来是钟摆停了 静大爷也因此 睡过了头 看着老父亲的遗像 和兽医 儿子伤感的问道 爸 这些事 你怎么不和我说呀 你有从孙子了 我是特意过来 告诉你一声 静大爷对儿子说 你都当爷爷了 说完 静大爷拿出盒子 想给儿子一些钱 儿子赶紧拦住了他 不用 我就是过来 告诉你一声 说完 他带着父亲的遗像 和兽医离开了 静大爷用毛巾 小心翼翼地 包好老百充 然后骑上那辆 老三轮出发了 他畅上的背影 缓缓消失在了 老胡同的深处 而跟随他一起 即将消失的 还有一个时代 剃头匠是哈斯曹鲁 直到2006年上映的作品 影片里的人物 全都是非职业演员 但他们的表演 却是那么的贴近而自然 通过这部电影 导演真实还原了 原汁原味的老北京风貌 老四合院老胡同 老百中老手艺人 静大爷是真正的匠人 几十年如一日 坚持做一件小事 而跟他一起同呼吸的 还有一批依然在坚守的人 不可否认的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 某些行业 不可避免地会面临 消失的困境 那些旧时代的符号 终将成为过去 但我们惋惜的 不是一个行业 或者一个时代 而是那个时代 匠人精神地慢慢消失 传承成了我们这个民族 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词 当今社会 人们似乎越来越浮躁 无论是对人 对事 还是对生活 对工作 我们就这样一直往前跑 却不知道自己 要去向何方 或许我们只是时代巨轮的一个小小的齿轮 身不由己 只是我们这个繁华喧嚣的时代 却很难融下一个孤独的老匠人 一个一直秉承着干干净净的老匠人 人活一辈子 得干干净净 利利说说 这叫活的体面 人走之后 也得干干净净 利利说说 这叫死的体面 来世间这一朝 不容易 所以啊 请务必带着敬意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关注 点赞 加收藏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